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尧妈妈 今天我要继续为你们分享绘本 今天带来的这本绘本名字就叫做 野孩子 没有人记得它是怎么来的 不过都认为这是件好事 整座森林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鸟儿教它说话 大熊教它吃东西 狐狸叫它玩耍 它全都学会了 而且很开心 有一天它在森林里看到陌生的动物 它们觉得它好奇怪 它也觉得它们怪怪的 它们样样都做得不对 它们说话不对 吃东西不对 连玩都不会 它越来越不明白 也越来越不开心 受够了 每个人都记得它是怎么走的 也认为这是件好事 一个快乐的野孩子是没法幸福的 好了小朋友们 相信你们有的时候调皮捣蛋 会不会妈妈也斥责你们说 真是一个野孩子呀 但相信呢 每个孩子都可以把这份天性 野性埋藏在自己的心底 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滋养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就为你们分享到这儿 下期再会